大湾区无疑是所有全中国各个区域里边 在创新上投入最大的 有投入肯定就有产出 那当然工业界做创新 做研发 它不仅仅是为了写文章而已了 它最终是要产生价值 那么最终这些又会变成新的生产力 和新的经济模式 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经过改革开放40年大湾区 已经具有了中国最完善的 和最占优势的创新能力 和工业研究的基地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但是中国真正能创新的企业在哪呢 我认为是在大湾区